Hello大家好,我是张曼曼,又来跟大家聊聊天了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一个记录吧 虽然我生孩子的时候有写一些关于生产日记 但是文字的东西可能到后面比较不容易留下来 就是容易找不到 因为生第一胎的时候我经常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去问我妈 我妈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以我也想拍一个视频主要就是记录 不要让自己忘掉这样子等我女儿长大了呢 问我的时候我把这个视频给他们看 就很好地解答了他们一些可能有一些问题吧 很多人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有两个女儿全职妈妈在兼职穿他博主 这个视频没有任何吓唬大家生孩子怎么样 只是用来记录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在新西兰这边出生的 怀老大的时候呢当时是第一胎什么也不懂 也是刚到新西兰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 认识的人也不算多 当时来的时候住的是一个就华人比较少的区 这边的话就知道自己怀孕以后呢要去你的GP 也就是你的家庭医生那里去验个血 这样子就确定你是怀孕了 早期知道怀孕的时候呢你的家庭医生会给你一个midwife 就是这边的一个从你知道怀孕到你生产全都是这个midwife 去帮你开单子验血开单子验糖还有做B超 他来帮助你观测你的整个孕期到接生生产后一个月的一个检查 当时就是家庭医生给了我一张我所在的那个区 然后离我家比较近的midwife的一个列表 然后我在上面选一个 我们当时就算是随机挑了一个是一个英国的老太太 人其实还挺好的但是呢这个但是我们后面再说 整个孕期其实我的反应都是挺大的 前三个月天天吐吐到只剩下48公斤 我那个时候的体重差不多是53公斤 三四个月之后就特别神奇的就能吃了 结果体重就蹭蹭长 虽然说不是长得特别特别厉害吧 但是我的体重都是后期去长的 所以后期的体重控制非常重要 前面说了这么多废话终于来到我们的主题就是生孩子 我生大女儿的时候其实是超过我的预产期11天 如果她再不出来我就得被脱去催产了 结果她就发动了 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四指 但是呢不算很疼就是觉得胀胀的 因为当时我就是读了无数个孕产日记 然后知道了一个东西叫腰麻 到医院一听说已经四指了 我就赶紧要求我要腰麻 结果就是一秒天堂一秒地狱 打完以后马上马上就不疼了 不管她的监测上面我的阵痛就是有多么的剧烈 我真的就是没有感觉 但是呢打腰麻有一个不好 我不知道在别人身上 但在我身上我觉得她是延迟了 延缓了我的开指 我是晚上九点八九点钟去的医院 就一直到早上十点钟她还是九指的状态 虽然说不疼了可以睡了 但是那个心里面的紧张 就是我并没有睡着 所以我休息的也不好 而且的话当时是不能吃东西的 因为她会考虑到一个你生不出来 你就会拉去抛嘛 如果你抛的话是不能进食的 所以到十点她还是九指 为什么说这个midwife不是很好呢 因为洋人的思想可能还是希望追求一点自然的规律还是怎么样 就是她没有对我做任何手段 二胎的时候是一个华人的midwife 她就是手动帮我开指 这样我会很快 结果这个洋人医生还是选择了等 又等了快两个小时 忽于就是食指了她帮我破水 结果我真的没有力气生 而且那个腰麻就是在我身上的效果太好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力 因为你不知道哪疼你感觉不到疼痛 其实你是不知道怎么用力的 生的过程中非常痛苦 生了很久很久生不下来 到最后我已经晕泉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整个人都是昏昏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用力 我妈说我当时脸已经是惨白惨白 因为她当时有跟我老公一起在产房里面陪同 她当时她都哭了 她就觉得看自己女儿 哎 就是反正挺难受的 后来就是医生过来给我侧切 然后拿那种 我没看到东西 但我听我老公意思就是一个吸盘 因为那个宝宝头太大了 我们家可能我也比较高 我老公也股价很大 所以宝宝的体重都比较重 而且她多待了将近两个星期 所以她长得很大 七斤九两 最后就是拿吸盘吸出来的 但是吸的过程中呢 可能是位置不太好还是怎么样 她的肩膀刮破了我的子宫 我当时流了两身的血 两身的血什么概念 就是因为我当时的体重的话 差不多是我体内一半还多的血 其实等于说流干了 不过当时有打点滴 可能那个血液也是比较稀释的 当时我都能感觉到 我的子宫的血 像自来水一样往下面流 虽然感觉不到疼痛 但是我感觉到的那个血 接着就是很多医生 大概有五六个吧 至少五六个 就围在我生孩子的地方 我能感觉到他们在往我出血的地方 往子宫里面塞一些止血的东西 最后就是一个失血的状态 就是有一种另外一种感受 整个人是飘的 我可以听到我老公 就是他们周围的人都在说话 但是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们 我可能回答了 但是我也完全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什么 就是整个人都是飘的 像飘在云上面一样的 也是一个比较 没有那么顺利的一个生产过程吧 之后就是因为世界过多没有奶 本来我是坚决不想输别人的血的 但实在是指标一直没有上去 医生啊什么都来劝我说还是要输血吧 输完以后我终于知道一句话 为什么说女人的奶就是血变成的 输完血以后我的奶简直就是要喷出来 没有生过孩子的人可能觉得挺难以理解的 但是妈妈们如果这么聊天都是很懂的这种感觉 老大就说完了 接下来是我家妹妹 妹妹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 虽然我老公说不要让我这么说 但是她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吧 其实生妹妹之前也是怀了一个 但是当时的话可能是因为不在计划中我也不知道 正好朋友来玩嘛我就去泡温泉了 我猜测是这个原因啊但是也可能不是 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她在九州的时候 我去做胎心检测 医生说就没有任何没有任何胎心 她就可能八周的时候就已经停止生长了 最后也是自然的流掉了 本来那个时间段呢虽然说没有见到她 但是那种失落的心情还是在的 医生也是建议我最好是休息三周 就这三周之内不要怀孕啊尽量调养身体 这样子一个好的状态去迎接下一个宝宝 但是呢她就意外的来到了 当时其实是我们打算要回国 那回国肯定就是要玩啊 我是觉得啊这个孩子来的太不是时候了 而且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也不知道她会怎么样 就心里面还是挺担心的 妹妹生出来就是很健康 然后也是非常乖非常可爱 所以真的是上天的一个礼物吧 妹妹的生产过程算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呢也是折磨了一下我 这次呢就是朋友认识的多了 而且也搬到了一个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区 所以呢就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midwife 她叫Cassie很厉害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 都是提到她就是有名有姓的一个非常厉害的midwife 就正好我朋友给我介绍她 她也有空帮我接生 第二次的怀孕过程还是一样的 前三个月兔后面会好一点 但这次呢就是多了一项就是孕期糖尿病 我第一次检测的时候呢可以不用空腹去验血 我就不知道脑子没在想什么 我可能当时觉得不用空腹呢 我就吃点东西去吧 结果我就吃了一块一个饼还是什么的 就是那种面食嘛糖分会比较高 结果过去就是超了 哎就再得测第二次 第二次就得空腹 但是你知道他们空腹去喝那个糖水真的很恶心 差不多是200毫升还是250毫升那个非常非常甜 就是血病但是没有气 而且比那个还要甜的那个糖水 喝完要一个小时才能测嘛 所以就是把糖水全吐了 吐了以后医生就说这个就没法测 最后就被断定为疑似糖尿病 发给我一个那个小机器每天扎手指 早上起来空腹扎一次 早饭后扎一次 午饭后晚饭后睡前每天扎五次手指 去测这个糖 但也是因为这个吧 二胎的时候体重控制的就更好一点 而且我也不希望吃太多去让孩子再那么大了 第一次的生产经历其实对我来说算是阴影吧 结果就是控制的还行吧 跟一胎其实差不多 但肚子真的好大 后来做B超孩子还是偏大 可能还是跟基因有关系 就是不管我怎么控制它还是大 于是呢 Midwife就跟我说你还是提前催吧 那我就去医院提前住假的去催产 第一天她给我注射那种胶让它开直 过了没多久我就觉得小腹上到感觉马上就要爆炸了 很难受很难受 而且它是比较持续性的 结果等了24小时以后一查 我疼了一个晚上她跟我说一直都没开 我当时真的崩溃就是那种 觉得是不是退产胶对我没有作用 然后就跟我的Midwife打电话 询问了一下最后想说如果真的不开的话 因为当时是周末 所以约了周一我去抛 还是一胎的阴影吧 让我就对这个顺产其实阴影挺大的 但是我Midwife就一直劝我说你一胎都顺下来了 你没有道理第二胎再去抛 除非你是有个什么问题啊怎么样的 还是选择了我再上一次教 再等看第二天一个什么结果 她也答应我如果还是不开 或者开得很慢的话 就给我去抛 我当时已经做好了 我真的我要抛的准备了 因为真的太疼了 不仅是疼 它是一种酸酸胀胀 就是觉得你的肚子这里就是要炸了 真的是要炸了 就感觉你不管你做什么动作 它就是都要爆了 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感觉 而且关键是 就算你觉得它要炸了 你也不能躺在那里 你一定要走路 去加速它的开直 你知道那个感觉多崩溃吗 然后我就在那个走廊上 来来回回走 它阵痛来的时候 我就抓着那个杆 就是真的超级用力 就希望可以把我的疼痛 传到那个杆上面去的 折腾到大概下午的四五点钟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就是阵痛检测嘛 我觉得我的阵痛是规律的 而且比第一天确实是更痛了 我就跟那个护士说 我说我要测一下 看它有没有开直 哪怕开两指吧 给我一点心理上的安慰 觉得它是有动了 结果就是直接六指 当时那个护士直接就跟我说 让我 我以为我已经六指了 应该直接把我去输送到铲床上面 然后去伸孩子 结果他跟我说让我下来走过去 我当时都那么疼了 我都要爆了 他跟我说走过去 虽然是只有100米 他那个过程非常的缓慢 我走了大概有十几二十分钟 终于躺在那了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腰麻 我要腰麻 我就疯狂的喊我要腰麻 我当时也是晕的 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 当时的状况 他就好像说开脂太多了 可能就不给我腰麻了 给我那个笑气 gass让我去吸 根本就没有用好吗 还是很疼的 我吸进去的时候 我就感觉是头脑晕晕的 但是那个晕 只是你觉得只是晕 我还是会很疼 六点的时候 我的妹wife到了 就中间等的过程 我就一直在吸那个 然后他就帮我检查 那个时候就已经八指了 就如果按我之前的 那个洋人妹wife的话 可能还是得等 但是华人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因为那个疼痛的感觉 你如果可以人工作到 帮助我减短那个时间 我觉得真的非常谢谢他 他帮我人工开指甲破水 就是开得非常快 一下就食指 马上就可以生了 而且不打腰麻以后 我真的知道怎么用力 就当时抱着我的老公 你知道吗 我老公就这么被我抱着 一疼的时候就拼命 就是啊 就要把骨头给捏断了 那种感觉 所以他 我生孩子他也很疼 结果就只用了13分钟 我的二宝就出来了 而且虽然是提前催的 他跟姐姐的重量几乎是一样的 二宝是七斤八两 也是一个很重很胖的宝宝 说了后面有点激动 就是我的生孩子的一个过程吧 虽然是两个但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我应该我应该就也是只会要两个孩子了 有两个小天使 两个可爱的小女生 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希望他们长大看到以后 也不用觉得那么辛苦吧 就是觉得 考虑一下自己还要不要生孩子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希望你们不要被我的生产日记给吓到 因为我身边也是会有那种生孩子生的特别快 完全没有感觉孩子又出来的 也是有的 正好你来了 好啦 那我们就跟大家拜拜吧 拜拜 拜拜